这集呢跟大家说一下电子琴啊 就是用电子琴能不能学钢琴 能不能弹钢琴曲子 那弹出来的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它跟电钢琴 它跟钢琴有什么差异 聊一下这个 这个就是电子琴了 这个就是电子琴 钢琴的话一般情况下 它是都是88件的 就是这么长 比这个更长的 然后电子琴的话 一般情况下它是61件的 就是从这儿到这儿 我这个呢 比电子琴一般的比一般的电子琴 要长一些 多了这些琴锴 比钢琴比起来多 它又短一些 因为钢琴的话 这边又多一些 但是这个琴键的 这个排列顺序 它都是一样的 管你是61件电子琴也好 76件的这个电钢琴 或者电子琴也好 88件的钢琴也好 或者电钢琴也好 它的琴键的排列顺序 它是一样的 两个黑键 左边的这个白键 它都是多 然后从左到右 它都是这个样子 它都是这个样子 两个一件 三个一件 两个一件 三个一件 两个一件 三个一件 它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怎么样呢 你在钢琴里面怎么弹的 那你在电子琴里面怎么弹就行 三个一件 mineral 三个一件 是吧 一样的 你在钢琴里面怎么弹呢 那你在电子琴里面怎么弹就行 那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你用电子琴学会了弹这么弹的方式 那你换一个琴 换个电钢琴 换一个什么机械钢琴 三角钢琴 历史钢琴 都可以弹的 都可以弹的 那它有什么差异呢 它的差异在于这个轻重不一样 电子琴它的这个摸琴键的这个力气 它是比较轻的 那钢琴和电钢琴要比这个要重一些 普遍情况下 最轻的是电子琴 然后是电钢琴 然后是钢琴 这样 但这个东西又不是绝对的 又不是绝对的 因为钢琴和钢琴之间 它的轻重 它也是有一些差异的 然后电钢琴之间 它也是会有一些差异 电子琴之间的这种触感 它也是会有一些差异的 这种细微的差异 它都是存在的 但是它的琴键的大小 规格排列顺序 它是一样的 所以你换另外一个琴 照样可以适应的 有的人把这个东西说的特别的离谱 说这个琴和琴之间 这个差异非常的大 有的人是这么说的 说你就不能适应 都可以适应 只不过是你瞬间不能适应 为什么瞬间不能适应呢 因为你一直弹习惯了某一个琴 你已经习惯了这个触感 然后你换一个琴 那触感稍微 这个轻重 它有差异 那你不就是不太适应吗 这个谁正常范围 那这个你弹个两三天的话 或者再长一点 五天一个星期 都是可以适应的 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 都可以适应 都可以适应 然后琴和琴之间 它的这个声音 它是有一点差异的 但这个没关系 这个也随正常范围 那琴和琴之间 它有点差异 你在换琴的时候 你选择一个你喜欢的 那个那种琴不就可以了吗 是不是 反正你可以把电子琴 理解为一个多功能的乐器 电子琴的话 你可以弹电子琴曲子 但是你也可以弹钢琴的曲子 钢琴的曲子 你弹的话 你就不需要用这个电子琴里面的 这些乱七发烧的功能了 你就不需要用了 什么智能伴奏什么的 你如果用电子琴来弹钢琴曲 这些功能根本就不需要用 然后其他的音色 比如说什么 这个提琴的 像提琴的这种音色什么的 你根本不需要用 你只要一个 一个只要一个什么呢 默认开机之后的 这个 用这个声音就可以了 因为其他的什么 这个自动伴奏啊 其他的音色啊 什么那个东西都是电子琴的玩法 那个东西都是电子琴的玩法 钢琴的玩法 就是开机之后 拿着这种方式去弹就行了 默认的这个声音 就是钢琴的声音 钢琴玩的也不是吗 钢琴有什么其他功能吗 其他什么的也没有 他就把琴盖弄开了之后弹就行 那个就是钢琴的模式 电子琴的话 那就聊到这里 也就是你的预算有限 或者是你的手里 刚好已经有个电子琴 那你用这个电子琴来体验一下钢琴 学一下钢琴 然后过渡一下 到时候再换个琴 没什么问题啊 没什么问题 然后如果你想买一个电子琴 去学钢琴的话呢 那怎么办呢 不需要买贵的 因为贵的琴 它里面有什么不一样 就它的这个自动伴奏啊 或者是其他的声音呢 那些东西更好 比如说这个更大的显示屏啊 触摸的这种东西啊 这种东西它更好啊 但是这种东西 是电子琴用户用的东西 钢琴用户的话 你就用一个默认的琴键 它只要有个琴键就可以了 所以根本不需要买贵的电子琴 那买贵的电子琴的话 你的预算比较多的话 那你就直接买个电钢琴就可以了 电钢琴的话 4000块钱左右的话 你就可以有这个差不多不错的选择 都是有的 也就是买个入门级的电子琴 简单用一下 也就是你的预算有限呢 你就买一个千元的电子琴 或者是更便宜的500左右的 就能用的 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买好几千的上万的电子琴 没有必要 那电子琴的话就聊到这里 想要学钢琴的朋友呢 可以联系一下我的微信 3214 1320 全部都有详细的视频讲解 还有这个配套的教材 从零开始 一步一步整学 全部都有的 在家里面就可以学